这篇文章其实是讲了一种reg的方式 才把它叫做speculativereg 它这其实就是通过speculative encoding decoding这样一种方式 相当于它先给一些草 它先起草后验证的方法 来做reg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然后我们先直接看这个介绍部分 那首先呢就是说 像大元模型啊 在处理上knowledge intensive 像知识密集的这种问题的 它有的这种问题 它需要一些很最新的信息 或者是有些问题 事实呢它可能比较模糊 这时候大元模型就容易出现问题 然后解决这种问题呢 现在目前很多就采用就是reg Tribute Augmented Generation这样的方法 它相当于就是 那大元模型能够 对接一些外部的数据库 在文本里面 然后这样呢 可以有效的减少 像是这种适时性的错误 但是这样的 这个reg也有它一些缺点吧 然后这些大概 就是也所以也就是 今天提出一些 他这边后 去搭乘部分也就提出一些最近的工作 我们等会会讲 然后他也就说基于这些问题 他的speculative reg 这个方法好在哪里 然后这是一个大概的它的实现 嗯 就是什么首先呢 先把这些document 我们就是reg不是要把很多document 作为外部的信息 相当于输入给大元模型吗 但相当于把这些document就分成 一个一个小 subset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描述一场一个历史事件 然后这一部分文章是相当于讲的是它的发生的背景 这部分讲的是这个战 比如说发生个战争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部分讲的是结果 我们把它结果 我们就把这些分成一类一类 那就是具体的就是先cluster the retrieve document by content similarity and sample 然后呢 再把它分成一类一类之后呢 就把每个类中挑一个文章出来 放到这个subset里面 这样呢 他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这种重复性 然后最大化这种diversity 相当于你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同一个 看一个问题 但是你又不从 比如说你从某一部分 你又不太太过多的提取这个部分的信息 然后有了这些 然后有了这个一个subset 就是包含多个角度的document的信息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 一个reg module 它就叫做reg draft 就相当于你把这些 你有很多 有有很多这种subset 然后都给它reg draft 它基于这些一个个小set 都生成一个个的 像是一个个的草稿一样的答案 而最后呢 再把它放到一个 verifier 去给这些一个个小答案 给它进行一个评分一样的 最后挑选出其中就是得分最高的 然后就作为这个op答案 而这贡献呢 就是它提出了一个新的reg的结构 然后它相当于采用一个小的专业的reg draft 就是它自己训练出来的 来生成高质量的草稿答案 然后每个草稿都是从一个独立的subset 我们说的包含多个角度的 对同一份的所有document 然后多个角度的描述的文件 然后这样就可以提供一个diverse的perspective 然后同时又减少它的这个农余 然后有了这个小的专业的reg draft之后 又有一个相当于通用的大语言模型 这个它就是直接用 它没有就是调什么之类的 然后它就是simply verify integrate the most promising job into the final answer 就是把最好的 前面这些起草的安装最好的给它 然后这是它实验的一些结果 它发现这样做的这个reg不仅速度快 并且呢 结果也好 然后第二部分related work 然后其实讲了半天 它这个做法说说白了 就是它在rechieve的内容里面 给它cluster之后分成几个小的set 然后每一个set里面 都去回答一下 然后就增加它的diversity 这样的话你多个问多个回答之后 再用大的这个语言模型 来去做一个评分对吧 然后再输出一个它那位评分最高的答案 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听起来也很简单 就听起来很简单 那relate work就讲ig 那比如我是先讲 我这基本上顺序换了一下 所以就先讲这speculative coding 它其实就是提出了这个draft then verify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它这个一般是用在 就是像起草一些future tokens 通过一个小模型 起草一些future tokens 然后再用一个大的来验证它们 然后这个起草模型一般 要么是独立的 要么就是跟这个后面这个target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方法呢 那主要是把这个 我们它这个 speculative coding 一般只是token level的 但是它 在我们这个其实就是 相当于一个answer level 我们就直接生成一个答案了 然后在这个 然后传统像token level 它的verification 可能就是要 accept 要么接收这个token 要么拒绝这个token 那我们的就是直接啊去验证 那就是语言模型的这个目标 然后就直接说啊 这个好还是不好 就生成一个confidence score 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决定说要哪一个 反正是RIG RIG它就是介绍 首先最近的工作 可能就主要集中在 能够让大元模型 能够理解什么时候 并且去 相当于去外部搜索哪些内容 或者是设计一些方法 来更好利用这些内容 那在这其中呢 像这个SAL 它可能就是微调了一下 这个 一训练好 在在这个网络搜索的数据上 微调上这个模型 然后来筛掉一些 没有关系的信息 然后像sell reflective RIG 这个等会儿 会看到一个简单的图 来介绍了像 相当于就是给每个 给一些文 给你的一个一个document 打一个小小的token 然后这样你在 在用这些文件的时候 你就大概 你的元模型就大概 心里有个数 大概怎么用这些 然后但是缺点呢 就是这些方法都需要 比较复杂的就是 调整 而且就是这种 然后它就会导致像 可能像一些 如果我们本常来 会会有一些遗忘或者是过度拟合的问题 并且呢 就是 如果要放财务文文文件的话 就会导致整个 input输入的文本非常非常长 然后就有这个计算 效率低啊 还有这个position 位置的平静啊之类的问题 那creative RIG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后面会提到 但是它缺乏的就是这种高层次推理能力 然后最后就是说他们这个 speculative RG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这通过他的这个 小采用一个小的drafter 来帮来理解问题 然后 然后并且根据这个drafter来生成 来就是验证 他就是小的模型去做drafter 然后大一点的这个有推理能力的 这个模型去verify 所以他就说他兼顾了对吧 又有效率 然后又有大的模型 有这个rhythm的 还来我的rhythm 其实就是一个大小 对两两个模型基本上 是的 是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概图 就像左上角 这个a就是standard标准的rg 它就是一个query 然后有一堆的这个document 那直接给它直接输入进去 然后生成一个答案 而这self-reflective-rg 他就是给每个document 他有打一个小的token 比如说这个是相关 这个是不相关的 然后在这query 跟这些document token基础上生成一个答案 他这边有详细说 比下面字有详细说 就是这self-reflective-rg 他需要特别的就是这 调整一下 啊 那是 那来生成这些 特定的这些tags 像relevant这种tags 就相当于他是要instruct-tuning 让这个模型有打标签的能力 对 然后像c corrective-rg 它就是 调用了一个自然语言推理的模型 然后把每个document都标 这个是correct 这个是对的 这个不不确定 就incorrect 然后再把这个 还有一些网络搜索内容 一起放到大元模型里面 然后第一就是讲这个speculate retrieal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 它首先呢就是 有一个drafter 在123456 就是153 就是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内容的document 然后246同一个内容 document 然后每个都sample一小块 sample一小 sample一个 个sample一个 然后 这地方得到一个 alpha alpha 我记得是 alpha就是一个 alpha就是一个答案 然后beta是就是一个rational 就是推理过程 就根据document得到一个 你得到一个小小的推理 你把最后把这些alpha 跟beta全部输入到这个verifier里面 然后会 演测出一个分数最高的 就把它输出出来 嗯 这个就是 去比这些 jet rg 然后就是讲到这个模型怎么构建 首先就是这个problem formulation 就是说对于这种 支持密度比较高的这些任务 它其实每个entry 就可以用qda表示 那q就是问题 然后d就是这个 相当于n个这个document 然后a就是期待 就是我们一号的这个答案 那对于像qa 这样 那这些就举例子 比如说像question answering task 那q可能就是问题 a就是答案 然后像验证的问题 q就是一个乘数据 a就是true或者false 再像多选问题 q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选项啊 a就是什么abc这些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写的一个算法 嗯 就是其实也是挺清楚 像他第一步 像他先用kmeans的算法 把这个第一到dn 这个n个document 他在 聚类成k个k个groups 用这个一个简 embedding model 然后这个就是 很小型重用这个集合 然后就重复 cntrols 就是在 就像每次在 ce到ck里面选择一个 然后给他放进去 那你就会有一串 就是长度是k个 这样的一个 subset 这个就是一个subset 然后你给他选 选m个 就m个这个subset 每个都是 每个里面的内容 都是从就是ce到ck 这k个group里面 各挑选一篇小 这个挑选一个document 然后有这样一个subset之后 那就是他这个是一个parallel 就是他其实他每个 你去有一个subset 然后给他生成 这个alpha跟beta 这个才是一个并行的过程 那同时就是对 这m个都生成了一个alpha 然后还有一个beta 然后最后再把它 又再放到verify里面 得到挑选出最高的评分 他这个其实就这个样子 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啊就是再强 又是强调的一遍就是 这个减少这个复杂 然后增加这个diversity 然后就是一个小的这个模型 因为他那个instructor tuning的那个模型 只要是做draft的 那个小模型就行了 所以他这个 呃instructuring的过程就比较容易 不不需要去搞 那个很大的那个模型 就是吧 大模型只是能来做个打算打分而已 嗯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讲这个 啊讲这个drafter是怎么样的 他 嗯 他就是他这drafter目的就是 他就是想要他能够非常擅长 就是回答这些 问题 然后就是生成那些 还有生成那个racial的过程的东西 啊这是有圈 就是drafter generate bost the answer draft and rationa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extual document rational 就相当于一个小论证一样 怎么从这个文档推出 推入这个答案呢 然后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instruction tuning部分 啊 相当于就是我们原有的数据呢 有q ad 就是query answer 然后document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好 就是就是tuning部分嘛 那我们这个时候用一个相对好一点的 语言模型 然后生成一个e 就是相当于一个从从这个d到a的一个想过渡一个东西 e track essential information from a document explain why the response 这个a是为什么是reasonable的 然后这样我们就有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它就是 这个是e这个东西 它就是长度很长度会短很多 然后但是它又能够传达出这些重要 这个原文件中重要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把 every query 然后这边右边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 它具体是怎么生成reasonable这样一个提示 然后呢生成了这个提示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呢去 这个 这个叫什么最大自然 去调这个原模型 让它调到能够就是 在给定这些ae q在给定这个qd的情况下提高这个 probability就是真乘数这个指定的a跟e的 盖调高它能够生成这个这个的概率 而这个就是它这个instruction tuning的部分 啊这个其实就是解释了一下 就是前面一样内容 就是说 啊就是做 先把它embed一下 然后再用kmeans分成一个group 然后再sample 那这里就是就在强调 就是它这个multi perspective的问题 因为嗯做kmean的时候 把它相当于你 呃在c ck就相当于是k个不同的角度 看这个问题 然后你每个都顾及到了 嗯 然后这个就是 drafting 就是具体的还是怎么怎么怎么draft 但是就是一个有个提示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吧 就是你有这个subset之后 你carrie这个mdrafter 并行的 然后相当于你input的一个q 还有一系列的d 然后形成了一个alpha j跟beta j 然后再 然后再算这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这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这个low draft是一个分数一样 那是后面要用的一个分数 然后他直接其实这边 这边我感觉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地方 就是他直接就是把这两个概率加起来来 作为它的一个分数 那这个可以优化吗 反正就是说他他这里 它的应该是可以优化 看看有些有些别的优化方式 可能效率就比它更好吧 嗯 我感觉他这个应该可以优化 然后这就是一个draft 这个分 分数方面会 后面会提到 然后就是这个前面就是 drafter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verifier 嗯 喂 就是 他 不好语 就是在生成了这个draft跟rational 之后呢就扣这个draft 就扣这个verifier 然后选出这个最好的答案 然后他说这这个lm呢 他可以任何这种off the shell的训练好 这个模型我们只是需要把把这个 alpha跟beta给他就可以 然后不需要把太多这种 文件什么的都给他 然后这是 evaluation scores 他一个是self consistency score 然后一个是self reflection score 这个self consistency score 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 就是相当于生成的回答 他这个 你的生成的回答是不是顺畅 就是你 你有了个q 然后你生成这个对你的alpha跟beta 这个 这个 生成alpha跟beta 这个概率 概率的值作为他的一个这个分数 然后这个self reflection 是相当于他自己 比如他在生成答案之后 他自己 他自己在问一下大于 我们想这个举个例子 do you think the reason of the support the answer yes or not 然后把这个 概率作为他一个 小小小分数一样 然后这边讲了计算的方法 其实我理解就是 就是看这个公式 其实就是把把把这个 一个小部 他在传递过程中 把它连成起来 就全部成了在一块 自己方法 他就是做实验的 然后这是这一些数据集 4个这个数据集 然后这边是数据集一件描述 然后他对于这种freeform的generation 然后他就是 相当于他他主要考察就是相当为的 gold就是这gold answer 是否包含在我们生存回答里面 但close set generation 他的可能就是 这个accuracy matrix 这个pap 麦的你其实往上一秒 这个pap heels 这你可以读 顾面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方法 不好好的好的 好好的 找我一下看 然后 就是baseline 是standard ig 普通话Ig他就是 就直接把document全部输入给他 然后他 这些是他用的 他 土地毕道的模型有这么几个 还有一点介绍 然后这个是 grompt 嗯 然后就这个就是前面讲到self reflective的rg 跟corrective rg 嗯 然后他还有一个self crg 相当于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 方式 然后 然后最后一点最后条件说到 我adopt the same backbone or 大元模型 他们用同的都是同一同一个大元模型 对 后背 to fulfill comparisons 然后就是一些设置 for rg 这个rg japter 他用的是这个 mystral 7b 然后这个rg verifier 用的是这个 或者这个 然后他 会会标注出来 然后 这些设置吧 就是这个前面提到 instract 就是把 document 变成embedding的过程 用的是这个模型 然后inference 用的是这个 好一些temperature 是等于零卡 然后 所以他其实小的那个 呃 drafter 其实就是那个小的7b模型 mixture 然后verify 是用了 成7b的那个大的 开源模型 对吧 然后这方式也可以 简单 选择 然后 他就说这两个跟他的这个 任务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没有用 他是用检索最多的top的10 document 就是每个检索7个10个 document 然后生成5个drafts 对吧 对这三个 5个drafts 然后这kk class k-2 然后像这个复杂一点 data set 他就是少了15个document 然后genery10个drafts ok16 ok 这我下看 好 这就是main result 然后其实其实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主要看 就是这三个东西 一个是 他的这个speculative reg的结果要 首先要好于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 嗯 然后就是 就是这个 对于rgdraft来说 就是只只看这个mdraft7b 这个模型 他也比mister7b要好很多 那因为你然后看哪 有那个instruct tuning过来 嗯 然后在rg verify加上之后 效率也也变好了 ok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边做 他就做了一个latency的这个 嗯测试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他测试 就是standard reg 然后在 tp就是不同的那个 这个这个叫啥 那个cancer 就多少多少个多少个 个同时并行这样的 然后然后他说到 其实就是并行的越多 他因为像 他不一定效果更好 因为像什么 due to overhead intensive aggre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然后现在就做了一个对比 发现什么什么 你这些讲啥什么意思 啊就是increasing 就是二三四五第五点这个地方 就是说增加这个数量 他其实不一定 因为这两个 你提到的效率是吧 为什么 due to the overhead in the transfer aggre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哦就是因为你有并行的话 但是你有很多communication latency 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latency越大 可能越差 所以左边几个有并行 反而不好是吗 嗯 左边几个是standard reg 用并行的结果 啊 然后右边这个是他他的他的结果 哎 他的类似就变小了 所以说他的他可能efficiency 就是因为他的communication overhead比较小 所以还挺好的一点事情 嗯 然后他本来就是用的相当于用了一堆小的 然后小的再并行 就是说明他效率不好 而且他也不需要把大的document放进去 他都是一点点那么小的 drip这个 然后就是appellation appellation study 嗯 看他这个是dra 像drafting stage 他第一个是不不cluster 在单单随机选 然后或者是 从同一个cluster里面选 嗯 然后这些效果都降了 然后这个是verification stage 然后前面不是有提到就是drapped self content 还有self reflect 三个分数乘起来 嗯 然后少了任何一个 他的结果都会变差 或者是random selection也会变差 嗯 很多 这些是一些分析的 嗯 这个这个已经明白了 这个就过了 嗯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来的 啊 这个就是说 他生成这个rational 合不合理 就是 有 我们就就先看最下面这个表格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 把这个rational 还有我们做的就是把rational 跟query给他 然后让他生成这个答案 然后要 然后他才提出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 就是把这些subsets给他 不把rational给他 还有就是把subset跟rational 全部给他 然后发现呢 就算 就算把全部东西都给他 他也 他也只在 一丢丢是吧 对只好一丢丢 其他大部分情况下 就是只给rational 他就已经非常好 但是latency增加了很多 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是吧 对 而且也不是稳定的好 他只有这次trivial qa 这个地方好的一点点 这个地方 直接直接只需要 可以这样子说的话 你只要question和 verify 那rational就可以了 就那个beta就行了 不需要把这个subset给他是吧 然后也就说明他做这部rational是有道理的吧 ok 然后再往下看 其实rational相当于就是一个 就是就是总结嘛 就是你为什么 怎样一个subset的这些东西 然后有这个question 你给出这样的answer 你要给我一个 原因描述 这个原因描述是高动作 你觉得 所以他就已经够了 对 以后呢 你就不需要了 其实其实就是没事 然后他也比原文要好 对 在我下看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就调了m跟k值嗯的结果 然后m这个draft越多 他效果是越好的 嗯 然后k的话 他有这会有点小活动 这个k就是说几个document是吧 对 你把它分成document for each of each of the ten answer regenerate the ten answer that of the bar 这个并不是列读也好 一句就实现 啊 走开看 嗯 然后就是这些 他就是一些结论跟局限 然后结论其实就是 啊就是又把它就 speculative rg 又说了一遍 然后 然后limitation就最后一条 就是说他这个draft model 也不是什么缺陷 我觉得他就说draft model 他还是需要训练一下的 嗯 然后比那种就直接拿来用的 要复杂 就是不痛不痒的limitation 对吧 对对对 ok